棒球戰新聞 燃燒你的野球魂 不論是中式初登板就有拿到首勝 還是延長賽翹叔再接安打當英雄 上週棒談的發燒話題 就讓我們一起快速瀏覽 Inside out 打在了右半邊 結果打穿二壘防線形成了一隻安打 棒球出對決 J球打在了左半邊 落地形成安打 J球打得相當扎實 在中右之間 兩位野手都追過去 And let's go Wow 梁匠紅北京地 四把紅布老師一把滿冠炮 8月14號樂天桃園招手福邦漢匠 面對漢匠的先發同手黃保羅 梁匠龍在一開局 就轟出了他個人生涯的第一支滿冠炮 一棒幫助樂天取得四分領先 而福邦雖然在下個半局打回一分 不過樂天還是持續保持領先 追求被阿德打到的是在左半邊 過 追求塞進來 正面對決打在了中外野方向 最後打在全打牆上面 追求打在中右之間 第一個球出手 中路地帶 結果林哲學也沒有辦法上演美氣 曾經要回來得分 輔助的方式 來看是不是快接近牆壁 安打又出現了 那這樣子樂天又要得分 一號三壞的情況下 打穿著中路地帶 有機會樂天要再拿下分數 首都擁有攻擊機會 全球出手打在了右半邊 有機會安打出現 飛翔跑者 繞過二壘來到了三壘 而且蔡佳英來到二壘 追求打得滿紮實的 大力中左之間安打出現了 追求打得相當漂亮 在左外野方向 跳起來 沒有接到 直擊決打牆 追棒撈起來 打在了中外野方向 看起來中外手 掌握住了 這個距離 對搖過人來說應該夠了 抓第一個球出手 又打穿了 打穿的右腳 比方區再度形成安打 最終開路線風險已經打了五次了 左半邊安打又出現了 散雙投者 輕輕鬆散步回來得分 走直上 暴力員打線又進行了一輪猛攻 攻上了六分的大局 讓筆數形成14比2 比賽到了最後一個半局 漢將試圖展開反攻 可惜只追回了4分 最後樂天就以14比6 打勝負邦 這棒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的平飛球落地行程安打 現在有得跑了 啤啤啤啤啤拱罐繞過了三壘之後 要直攻本壘 回到本壘攻下位屈隆的第一分 可能低的位置來講就選擇不要出手 來看一下左半邊的飛球落地行程安打 現在王政棠要一口氣繼續往2力來挺進 回穿球来不及 积极的进攻非常扎实 在右半边出现了安打 现在王正堂绕过了三壘之后 手刀冲刺要回到本壘 攻下富邦汉将的追评分 8月15号魏雪龙在主场迎战富邦汉将 一局下集立即到拱冠和李凯威的安打串联 帮助球队先持得点 热球向富邦吹起反攻的号角 王正堂和张静德的安打 让比数形成1比1平手 比赛来到九局下半 林孝城强出了野果地球 而夜子亭发生了致命的传球失误 让得点圈上的跑者 回到本壘攻下再见分 中场魏雪龙就以2比1显身扑邦 这一棒挤压道来看一下 软弱的二壘滚地球要拼速度 起立一辆包船再见分要回来了 再见失误 让魏雪龙在九局下半戏剧性的跟对手 say goodbye 这一球打到了中锅左之间 咱们野手中过来最后让给谁 没办法三管地带 那刘雪豪则是1.67 这一球在一二壘之间 打穿防剑行车安拿 对 这一球安打出现了 三壘上的跑者要冲回来得分 二壘上的跑者被挡在三壘 继续是满壘 这一球急出去到中间方向的一个 平推球抓到一手横移 就接近手套 三壘上的跑者现在要冲回来得分 8月13号魏全龙对决中信兄弟 魏全派出林子余先发 而兄弟则是由新洋头艾什特挂帅 皇上军在一局下就靠着三只安打 和两次保送得到三分 而龙队则是到了六局上才有分数进账 有机后轰出了一发三分炮把笔数追尽 这一球急出去到了右半边方向的平推球 落地式形成安打 这一球急出去打在左半边方向 左岸野手跟左岸野手都过去跳起来 这一个球是拳雷打 六局下许晋红先敲出安打之后 代打的张志豪也扫出一只二壘安打 再打回一分保险分 最后相机就以5比3几百位全 而艾什特则是在来台的第一场比赛 就拿到了胜头 8月13号洛天桃园踢馆统一时 双方形成了一场精彩的同手战 那天打现遭到古灵瑞扬的压制 而石队则是在赛局下 靠着陈杰线的安打有所突破 这一棒打击出去 在中间方向的飞球落地形成安打 独打对决 这棒出手打成了在左半边 落地形成安打 哎呀又碰到后面去 现在要清雷了 陈杰线这个时候一口气来到了 二雷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两队都没有在竞争任何的分数 中场统一就以2比0晚风乐天 而先发投手古灵瑞扬 主投6.1局没有失掉任何分数 优质的表现让他拿下本季第四胜 赛后也获选为单场MVP 8月11号卫生龙出战中信兄弟 龙被战手之一就利用四只安打竞争4分 不过后面的局数都没有在攻下分数 而兄弟则是在第二三两局靠着王振顺和月振华的阳春炮得到分数 接着在五局下半将孔宇获得保送 月振华再敲安打 专此前的事实一击把比数给搬成平手 四位直发裁判 这一球起到在左半边方向要落地形成安打 这一球打在了左半边方向要落地形成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现在冲往三壘这边来 这一球的回传传偏了 这一球急出去在中右外野方向 两边的野手都要过去 但这一球落地是形成安打 一壘上的跑者通过二壘现在绕过三壘 这边看绿灯要冲回来 这一球的回传球来不及了 这一球在一二壘之间一样打穿防线 这一球打到二壘上的跑者 现在通过三壘要冲回来 这一球的回传球回本磊 还有三壘的满球速 这一球打到了在右半边方向 还蛮深远的 出去啦 这是一发SOLO宏伯 目前的六场比赛 这一球打到了在右半边方向 出去啦 月振华今天的第二支安打 直到球局结束两队都还是 维持平手的僵局 比赛也进入到延长 转局下半在一三壘友人的情况之下 王文成敲出安打结束比赛 而这也是他生涯敲出的第一支 再见安打 自律于您的富足人生 凯基证券 稍穿 动讯 组 谢谢观看